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拈花惹笑 播讲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学 第224集 秦嬷嬷 你可真是提醒了本宫 你若不说 这件事情 本宫已经彻底忘了 皇后深吸一口气 心里总算是寻回了一点希望 她不是一直说凤青音没用吗 现在不仅仅她脸上的伤可以用到凤青音的血 就连横儿也是 传说中得凤女者得天下 凤女的血不仅可以治病 还能解百毒 现在 横儿身中剧毒 虽然毒素已经清除了一部分 但还有一部分留在身体里 御医也是束手无策 只能通过修养和药物 让她体内残余的毒素慢慢地淡去 可如果用凤女的血呢 或许可以让她身上的毒素迅速地去除 也不一定呢 凤青音空占只个凤女的身份 受她这么多的宠爱和眷顾 也该是时候为她 为横儿做一些贡献了 要不然 要那个死丫头做什么 手不能提 肩不能挑 不会医术 也不能救人 更重要的是 那死丫头身为凤女 竟然得不到凤老将军的宠爱 背后一点势力都没有 若她不是凤女 她怎么可能愿意多看她扮演 来人 让凤青音立即进宫见本宫 不得耽误 皇后摆手道 是 下头的人传令去了 秦嬷嬷又看着皇后 那 雪山上那两头雪莲兽 立即找一批高手 让他们上雪莲山寻找 将雪莲兽给本宫带回来 宁可信其有 毕竟 连已经被毁成这样 只要有一点点的帮助的 都必须马上拿回来 白天的皇宫 虽然也是守卫森严 但是很明显 森严的程度远远不及夜晚 甚至 那些巡逻的侍卫 也不过明显只是在做做样子 没人的时候 还能够在路上聊起来 大白天的 就算是真有什么贼人 也不敢这个时候过来 白天的巡逻 不就是个形式吗 所以谁也没有在意 凤九儿和木木 轻易就来到了玉阳殿中 略过屋顶 九儿很快就找到了 战玉行的寝宫 从后院下来的时候 刚好有两批巡逻的侍卫经过 两个人侧身躲在树后 往前头看去 整一排的房屋都很安静 安静的 连风声吹过都几乎能听到 他就在后头一排的屋子里 中央最宽敞的那一间 九儿指了指远处那排屋子 默默点点头 正要迈步 凤九儿却道 你的发套呢 将发套套上 再把面筋蒙上 为何 横竖是要下去见战玉行的 何必多此一举 谁说要跟你一起去见太子殿下了 凤九儿白了他一眼 这家伙傻不傻 他根本和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半点关系 何必参一脚 别跟我说什么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这些废话 九儿又道 默默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他那双 写着嫌弃光泽的脸 这丫头说话 还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给 却恰恰是这样 两个人相处起来 更加融洽 有些废话 既然是废话 确实 何必多说 等会儿 我下去见他 你藏起来不要露面 如果我那边情况不好 我们就立即逃出去 你也得负责把风 他是真的不确定 湛玉恒是不是已经醒来 就算醒来 也不确定人家 是不是真的就愿意相信自己 毕竟 当时房间里确实只有他们两个人 虽然药是清云送来的 但清云跟在湛玉恒身边十几年 湛玉恒想必是不会怀疑他的 至于自己 他对湛玉恒现在的感觉 是很一般 可以的话 也许还是朋友 若是他非得要 扯过去什么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这种事 大概是连朋友都做不成的 这样的关系 谁能确定 对方一定会信任自己呢 他毕竟不是九皇叔和木木 如果他在下头不顺利 到时候闹翻和木木逃出去 至少大家还不知道 跟他在一起的是木木 这发套不戴起来 大家一看他那一头白发 不用猜都知道是谁 木木又看了他一眼 终于从绣套里将发套取出 把自己一头长发藏了起来 再戴上侍卫的帽子 蒙上黑金 谁还认得出 这个人是他 倒是奉九儿看到他这一身装束 尤其是那个精心打造的发套 忽然就皱起了眉 你这个一点都不像是临时做的 做了很久了吧 随时准备着 要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嗯 木木点点头 竟然也不否认 九儿吐了一口气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好吧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就如他 说好了定时 要上雪莲山 见雪姑这件事情 他也不能告诉别人 反正早就知道木木的身份不简单 会大晚上时常出来溜达溜达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问也罢 木木对他这点体谅 心里是感激的 不是故意想要瞒着他什么 而是有些事情 确实不能告诉他 你只要知道 我不会害你 他道 话语虽轻 却坚定 嗯 奉九儿点点头 忽然拉了他一把 走 木木的轻功 对付这些侍卫 自然是不在话下 只是没想到 奉九儿的轻功 莫名其妙地又长进了 连九儿自己也没想到 刚才一路回来 随便吸一口气 屋顶这些高度 是完全没有任何阻力 难道 是之前打了皇后一掌 动了体内的真气 现在 那份真气控制得 越来越自如了 转眼间 两个人来到战玉恒 寝宫房间 屋顶上 这个地方 藏身非常好 从下面走过的人 根本看不到这个角落 木木小心翼翼地 掀开了一块瓦片 幸好 现在是阴天 并没有什么阳光渗入 要不然 这瓦片大白天被掀开 还指不定会投下什么光线呢 下头好像跪着一个什么人 看样子竟是有几分熟悉 是个中年妇人 长得是挺美 九儿没心轻醋 侧头看了木木一眼 想说什么 又怕被下头的人听到 战玉恒的武功修为不低 他们在屋顶上说话 只要她醒着 没准会被听到 九儿抓起木木的大掌 在她的掌心 写了几个字 静妃 七公主的母妃 七公主的母妃 现在 她跪在这里 是要给战玉恒求情吗 难道是 圣上将七公主收押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